巴士服務合同在上個月底介滿 政府和新福利和歐巴短期續約15個月 歐巴亦都在月初和新時代合併 有家通知商委員會委員就認為 政府做好監督才能有效提升巴士服務質素 但仍然用回這種模式 我就見不到那種競爭性的存在 因為政府對於他的資助來講 其實都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因為做得好和不好 只會反映回援助批給額的足不足 所以如果要提升服務素質 不如政府做好監督 我相信來得更加實在 現在我們所有的市民是觀眾來的 政府又落場打球 他又是球證 當這個球認為有問題的時候 觀眾都看到有問題 球證說沒有問題 那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這個評鑑機制和他定下來 所有的規矩 才是導致我們巴士的優質服務的根源所在 2017年年尾 有對26A和MP4兩個巴士路線 做了一個叫車廂的載客量去統計 現在大家用的apps都應該會見到的 但是為什麼大半年以來 仍然只有這兩條路線 他沒有做到更加多的路線 正正現在要做好真正的短中長期 十年的規劃 未來我們究竟是怎樣 公交優先、車輛管理 以至是綠色出行 有些什麼方案被大家見到 讓市民可以規劃未來我們的出行方式 交通接詢委員會委員呂宇慧期望 政府要發揮好交支委的作用 並提高透明度 給市民也都可以參與其中發表意見 這是 麻糬的 西方中文化 各種字幕 我們必須留意 到底是什麼 並行 按很快 我們做足夠